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几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词典有如下四个,分别是Spark Sale Local模式,Spark Sale Cluster模式,Spark Sale 2.2和Spark Sale 1.6的对比,和Idea和Maven的下载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据,区号是241617568 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提供大家给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么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Cluster这个集群模式啊,我们上上节课呢已经说了Local的一个本地模式,我们所有的运行模式呢都是在本地下模成了 那如果我想使用这个Spark Sale呢,进入到集群模式下怎么办呢,一样进来呢这里启动当前我们的Final Sale 在Final Sale当中呢,这里我们输入这么一个命令,就可以进入到集群模式下了 也就是说也是Spark,当前路径下啊,当前路径下的Spark SPLK Sale 然后反锡杠啊,空格反锡杠,回车,那么进来我们会继续输入,有个命令 叫做杠杠Master 然后这里我们来指定一下集群的Master是谁 我们的Hadoop01啊,Hadoop01,号7077,内部通信端口号啊,内部通信端口号啊 那么这一步很重要啊,同学们这一步很重要,这一步呢是我们当前 通知爱我们的Spark Sale是进入到集群模式的一个方式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必须指定当前杠杠Master是谁 那有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们再启动的Cell呢,就是集群模式下了啊 就集群模式下了 然后呢,接下来这里,除了启动它之外呢,我们还能启动什么呢 叫杠杠Executor-many内存 我们可以指定一下Executor跑的内存是多大啊,跑的内存是多大 除此之外呢,这里我们还能指定一个TotalExecutorCode 那这里,这些呢可以启动当前Executor当中的核心数 那我们如果这样来启动一个Spark Sale,同学们这要记住啊 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方式启动一个Spark Sale 那么就证明当前我们是集群启动而非本地的Local模式 那现在我们这么启动的话,就是Cluster这个集群模式啊 所以这些洗完之后我们挑回车 让Spark Sale呢进入启动一下啊 那么稍等,因为这个启动时间呢是稍微有一点的,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 哇,这个时间稍微等一下啊 特地进行一个加载,读取和一个启动过程 好了啊,已经到这一步做出警告 那下一步应该就快启动了 呃,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先让它启动了 那我们启动Spark Sale之后呢,大家需要注意啊 如果我们想退出Cell的话,我们可以使用Ctrl加C 我们可以使用Ctrl加C退出啊 那OK,那在咱们说话的过程当中呢,Spark Sale已经被启动了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依旧来看一下这几个位置 首先第一个,呃,当你们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证明当前Spark已经成功了 是Welcome to Spark 是不是咱们Spark已经成功了,对吧 那接下来呢,第二点,同学们靠了啊 无论是集群模式,还是本地模式 在这里,Spark Sale都会默认的帮助我们创建两个变量 一个是Spark Context SC,一个是Spark Sale下的Spark 那这里,集群模式下和当前本地模式下区别在哪里 大家看这儿啊,这个位置 这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我们之前启动Local模式下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的展示 Master后面写的是不是一个Local L,O,C,A,L,中括号,星,中括号啊,对吧 那这代表本地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同学们啊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Master后面写的是Spark 冒号双写杠Hadoop01.7077 那就证明当前我们所有的程序都是跑在集群上的 集群上的,那OK 那如何启动Local模式 如何启动Cluster模式 这里我们就讲解清楚了 那OK,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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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